為了發揮愛心回饋社會 南投市一間餐飲業者邀請南投家福中心 收住家庭享用美味的料理 家福中心的學童也準備精彩的舞蹈展現活力 常會中還有安排哀謠大聲說出來的活動 許多學童紛紛在台上 說出他們對家人老師社會的感謝 興奮相當溫馨 就是新村的活動 今年是辦在新村 讓我們的安家跟我們的志工 還有我們的委員們 大家都齊齊一堂 家福中心的大家庭能夠有一個地方來聚會 我們非常感謝他的善心 葉董他賺了很多錢 他覺得說對社會有責任 特別是關心我們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我想家福中心現在小朋友將近三千位 分布在一千八百個家庭裡面 他們是希望各位能夠多多關心他們 讓他們說不要輸在七八點 縣院侯明科表示 葉董事長長期以來致力於公益活動 每年都會固定邀請南投家福中心 收出家庭及兒童享用美味餐點 除了感謝葉董事長的善心意舉之外 也希望只有這樣的方式 能夠將溫暖傳遞下去 南島餐廳我們葉董事長 他每一年出場的時候都會辦到我們的南島 辦到請教務中心 我們的成員跟我們的家長 來到南島餐廳共進晚餐 這是我們葉董事長 在這幾年來每一年所做的 他的出發店 想要讓所有的家福中心 好朋友的學生也好 家長也好會感到一個說真的溫暖的一個新年 也想到也要感謝我們家福中心 我們的主任 還有我們的團隊 大家用心來為家庭來付出 此次邀請南投家福中心收組兒童 家庭以及中性同仁 志工等共計200人參與 初時親子一同共度歡樂 豐富的晚餐時光 也希望藉此邀請社會各三型人士及企業 一起重視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節目君南投採訪報導